硬回车和软回车的区别 在进行自处理软件中 按下Enter键 导致一行文字换行的叫硬回车 程序自动换行的叫做软回车 硬回车即使我们在Word中 按回车键产生的那个小弯箭头 官方名称是段落标记 占两个字节 硬回车在换行的同时 也起着段落分隔的作用 从网页上大量复制的文件下来 放到Word中后 往往发现文字段落末尾的换行符号 跟我们常见的不一样 我们常见的是弯曲的箭头 叫做硬回车 但从网上复制下来的文字中 是直的箭头 这个直的箭头就是软回车